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是希5 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今天天氣好像下雨,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29日,星期四 雷暴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正影響廣東沿岸 同時一度強雷雨,但正影響珠江口一帶 在我們附近有兩個風 熱帶風暴落黑集結在沖繩島東南偏東約430公里 預料會橫過日本以南海域 另一個熱帶低氣壓澳陸已經在中南半島減弱為低氣壓區 今天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 有趙雨和有幾陣狂風雷暴 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換止清靜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最高自外線指數大概是8強到屬於甚高 好,很詳細的天氣 好,昨天有什麼新聞呢?厲害了 時代廣場塌天花 摘到女徒人的頭 哇,無緣無故走走走時代 一跌舊東西下來,真是恐怖了 另外看到有一則新聞,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說等陳肇始的分事 有個男監工用手搶 去玩女同事的乳頭 還轉圈圈 哇,變態的非禮 另外海關打擊走私六合彩 找到幾萬張 裡面竟然有中獎 不是流料的 另外呢 昨天看到有兩名兩歲兒童 公佈說打科興致面癱 真可憐了 看看什麼情況 好像還有一些心機嫌 最近小朋友要打疫苗通行症 明天就開始了 另外有兩個警察,一個退休警被控串謀詐騙 說那個退休警務警 那什麼事呢?等下告訴你 另外,內地的知休生 拿了很多獎學金下來香港 那是非禮女同學 就好像是想追求人 然後別人不理他還是怎樣呢? 然後轉了手拿人的屁股 那些人都離譜 另外人民幣跌穿7.2 多人排隊唱錢 你排了沒有? 新聞很多 慢慢告訴你 詳細新聞內容 確診方面 3911宗確診 多14人死亡 康志從領第二校 爆疫全校停貨 死亡方面 累計是10148宗 其餘有什麼說呢? 也只有幾千 確診差不多 打針那裏 衛生署接到25宗的異常報告 兩名幼童打完科興後出現面癱 情況是穩定的 其中也涉及兩宗懷疑心肌和心包炎 兩宗就算少了 九歲的男童和十五歲的男生 又說是打了科興和復必泰之後 心口痛 情況穩定的 看來的數字其實也不多 之前只是說大人也不止是 這些真是幾個 算起來也只有四個 明天開始 五萬個兒童還沒打齊針 明天開始就禁入場所和活動了 禁參與科魚非學術性活動 香港在這方面真的做得很差 我告訴你教育 體育運動那些全部是不算入非學術活動 我年輕時打球 什麼籃球校隊也不算學術 其實很多非學術活動 他的興趣就是將來出來賺錢的工作 隨時有機會存在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打針 明天開始就禁參與科魚非學術活動 不知多少人的科魚非學術活動 他興趣大過就變成他的終生職業也有 香港在這方面真是搞不定 另外禁入食肆和商場 叫那些年輕人快點打針 也有88%兒童合乎疫苗要求 又不是真的說得那麼少 但是說 有12%加起來有5萬名兒童未打針 是不是 你自己知道 總之叫你快點打針 是這樣的 另外呼籲市民 50歲以上 10月6日起 就可以同時接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 對 星期四開始可以預約 即是今天開始 大家如果要打針 快點 什麼 另外 因為全球性的流感 你猜只是Omicron大小嗎 雙風感冒你當它流 雙風感冒會發燒流鼻水頭痛等等 新冠有很多會無病症 交叉感染 它有一個黃金交叉的感染個案 何柏良呼籲港人 愛遊前先打流感針 不用大驚小怪 即是以前 就算以前未有這些所謂疫情不疫情 也有人呼籲你打這些流感針 另外行會中有人提倡 那些市民外遊叫他們帶著口服藥 帶著墨沙冬 或者儲方藥 哇 成本是六千元的 那些官員和專家齊齊落閘 就說不好不好不好 千萬不要 可能真的貴 或者你六千元的藥 成本有外遊 已經隔壁酒店幾千元都嘔嘔聲 你帶了一些可能用得著 或者未必用得著的藥 要自費還是派 六千元比東京單程機票還貴 似乎好像有點離地 不過自備蓮花清溫素也是有益的 因為始終有些大學研究 中藥是可以壓制到新冠病情的 另外說到前幾天 承認將會逐步減少地點的強檢 但是數字方面就不見低了 昨天有八十多棟大廈 今天有六十五棟地下就納入強檢 將軍澳九棟大廈上榜 嘩 重災區將軍澳 何文田也是 其實大埔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 說維蜂強檢是不是不是重災 不是 昨天前日 大前日 天天大埔也有很多大廈 只不過檢無可檢 檢查其他區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節省人力物力 這個就跟大家說有六十五棟大廈 另外說 葵涌石圍各村有六個男子 犯了限聚令 毋毋五千元 五九九G 不知道在做什麼 都是老人家 年紀很大的 可能是下棋還是什麼 限聚令而已 他不是聚到 另外說一下醫管局 禮拜五開始放寬非急症病房探病安排 之前說 又要打針又要等 他現在怎樣呢 非急症病房二十六間公立醫院六十歲以下 至少注射兩針疫苗的低感染風險病人 每天可以由一名登記家屬到醫院探訪 最多可以登記三名親友 至於未接種三針疫苗及六十歲以上高危病人 兩名親友可以每星期探病兩次 訪客必須符合疫苗要求 通行證 並提供四十八小時內 有效的核酸陰性結果 保護很厲害 他知道病人抵抗力低 要你打了針有符合要求 還有四十八小時的核酸才可以 才可以探望別人 這樣說 另外聯合醫院矯刑和創傷外科 八個醫生確診 爆聯合醫院的群組 相關的病人全部都沒事 陰性 幸好 剛才提到中藥說 醫管局聯同三間本地大學研究揭中醫藥 是有效改善新冠後遺症的 我一向都相信中醫的 不過中藥的品質很難說 我讀中醫的時候就說是 所以小心點 因為晚點跟大家說一個新聞 你煲湯下的藥材藥善 分分鐘如果他發了毛 不知道 兩夫妻一起都會治肝癌 我稍後跟你說一個詳細 好 說說其他新聞 下下都說疫情 其實還有得說 人民幣跌穿7.2的關口 銀行找換店對人仔排長龍 每個人都覺得 以後會有用 唱定先吧 好看 你們會不會標去排隊唱錢呢 錢銀的東西 海關和馬會核對 一萬六千張走私六合彩 你看到很大答 一萬六張 有沒有中 有六百張是中了獎的 涉及七萬元的彩金 你有沒有說 走私回大陸買電腦票 那些都不中才賣給你 不是啊 你這個 走私六合彩 可能走回大陸 原來海關告訴你 當中有一萬六千張 投注銀是三十三萬元 但是竟然有七萬元的彩金 當中是中的 那些海關和馬會協助下 一起對一下 一起對 其實也不會拿眼睛對的 對著一部機對的 對著對著竟然是有錢拿的 至於是否可以領取彩金呢 海關正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有什麼所謂 這些走私六合彩的案件真的很多 拿來吸引內地和澳門的人去購買 你知道吧 香港的六合彩多高的彩金 一定有人喜歡 這些其實是犯法的 跨境賭博 好 先說說 其他新聞 這個高級督察 黃敬修在警察總部偷兩罐鮑魚 涉嫌 法官說行為可疑 但有疑點 裁定是脫罪 罪名不成立的 這樣 這兩罐鮑魚最終又出現 在一個女督察的桌子上 這件事也未必是 但如果未必是 為什麼會弄到上法庭呢? 這位高級督察 你的人緣也很不一樣的 為什麼會被人拿上去 審完一輪之後 罪名不成立 有驚無險 這位被告黃敬修 只有三十歲而已 這兩罐鮑魚 不知道誰說要 搞到上法庭那麼大陣仗 總之 警察就是罪名不成立 先說說壞人 反黑組嚴打大衣洞 放數 13個男女被捕 最小的大衣洞 知不知道多少歲? 14歲 這麼小就出來做事 年齡介乎14至60歲 還有28歲的女子 他們也是做壞事 串謀刑事毀壞 那些自稱三合會 還有違反放債人條件 這些罪是被捕的 很年輕化 小過壞就越來越壞 大家小心 有些在讀書 本身讀書都很厲害 內地研究生 獲國家獎學金 你也知道讀書很厲害才有獎學金 我一輩子都沒拿過 港大搭散一個女學生 他說不遂 人家不理你 沒有人的屁股 非禮罪名成立 獲國家獎學金 到香港大學讀的博士研究生 事業在校園內搭散一名不相識的女學生 邀請對方在天台聊天 但女方便理你也傻 走開 認識你老鼠 拒絕他 研究生抓他的右手拉到他胸口的位置 女方當然是掙扎 研究生尾隨到扶手電梯沒有人屁股 女孩最終離開 還報警 研究生否認普通襲擊和非禮罪受審 裁判官昨天在東區法院裁定兩項罪名成立 押後到10月12日判刑 這傢伙被告叫關偉鵬 29歲 港大機械工程學博士研究生 在今年1月26日摸人屁股 然後就是 罪名成立 這件事 罪名成立 罪名成立 另外這件事 又是好色的事 我看也看不明白 他是個監工等陳肇始訓事 設非禮 用手肘壓女同事的乳頭還轉圈圈 變態 事主作弓 就說被陳局長嚇一嚇 當時不懂得罵他 即是被非禮的女孩 原因是南監工 涉在政總等著時任食衛局局長陳肇始訓事 用手肘按壓女同事的乳頭和打圈圈 事主第二天向上司投訴和報警 被告否認非禮罪 在東區法院受審事主出庭作弓被控方質疑 此稱被非禮後未有即時指控被告 隨後就跟其他同事出外做事 也沒有向他人透露 就質疑而已 人家害怕 受害怕 被告就說 因為 不是被告 當事人被人揉 用手肘揉個乳頭一圈那個 不過他說當時陳肇始在場 因為他的官威太大了 嚇一嚇我 又不懂得罵被告 加上他認為被非禮是一件很私隱的事 未有告知同事 你說那些律師呢 這樣去質疑人也有 被告的那個人叫吳景華 他本身是食物衛生局監督主任 否認非禮的 這件事就是今年1月4日 他排成半圈 等下陳肇始份事 這樣的時間都說 有空弄我手肘揉個東西 你也不是說不禮 被告手肘握乳頭 兼繞一圈 離譜的過程大概5秒 被告隨後就問 這個女生對前方一名同事的觀感 也問他像不像空姐 這個X 受害人稱當時感到驚方 表示 是呀是呀 敷衍他的同意 說這些 你搞什麼 你在上班 問前面那女生是否像空姐 悉心起了 悉心起了 究竟成不成立這個罪名 再看他審出來如何 拿手肘握人家都可以 離譜 是不是真的這麼準 以我這些這麼有經驗的男人 是很準的 隔著衣服也告訴你 打得中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中 究竟他故意 還是不覺意 真的很難說 另外呢 說到時代廣場的化妝品店 整個天花燈架倒下來 有個女顧客 嘩 兜東西就打到頭上 就爆了 這次受傷了 27歲 年輕 美女就去看化妝品 整個天花倒下來 都聞所未聞 昨天下午5點 位於時代廣場四樓 一個化妝品店裡 一個天花板的燈架突然鬆脫 倒下來 就打中女顧客的頭部 現場消息指 27歲 我是內地女子 本身是在店裡的專櫃選擇 其間她冷不提防 被燈架從天而降 衝力之大 令她一聲 整個人躺在地上 嚇死人 在旁女職員 嚇到呆了 這些無端端有東西掉下來的 我試過 跟OK仔那時上學 有個男同學 把桌子扔上風扇上 然後全部的東西 掉落地 然後打落一條女的頭 然後我看到當時的畫面 我覺得是上面穿了個洞 掉了人下來 我相信她們也有這樣的感覺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看到很多東西掉下來 你會以為上面是穿了洞 有東西掉下來 這個很恐怖 27歲的女顧客 頭部受傷 就說幸好清醒 救護員接報趕到現場 送去律敦寺醫院 這樣倒下來的燈架 有一米半長 吊吊吊吊 吊在時代廣場上 真是恐怖 這些大型的商場 都這樣倒下來 你還說 去開關搞旅遊業 你摘到遊客 你真是陪到仆街都一次了 嚇死人了 說說其他新聞 有兩個警察 和一個退休沙展被控串謀詐騙的罪 今天 週四提堂 就是昨天 他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說當中這三名警員 加上這三名警員 就稱之為警員 有一個就是非警員 涉及冒充警員罪 因為他是退休的 也是一個串謀詐騙案 說被捕五人年齡 介乎就是30至58歲 串謀詐騙 其中三名被捕人士 警務人員 他們都被停職 其餘一名非警務人員 就是涉募充警務人員被捕 其中兩名警員 連同上述該名非警務人員 就說是合共一項串謀詐騙罪 就是武警 那究竟他串謀了什麼呢 我完全看不到 那篇新聞裡面 他就告訴你 警隊 清 絕不姑息 這些人 要嚴正執法 究竟發生什麼事 武警當然不行 其餘他真的警察那個 他做了什麼呢 跟那個 武警的 退休沙展 這個不得而知 遲些 有答案再告訴你 總之 就有這件事 另外 中環觀塘 塞大車 王后 帶到中開園道 他測試過AI 抄牌系統 對嗎 左客 維拍 減 擠塞 哦 因為那些位置是塞車黑點 他現在配合人工智能AI系統 短片分析自動車牌識別技術 就不用有阿Sir走過來 走的了 走的了 你沒得走了 機械人一掃過你就交罰款了 這樣 他希望可以疏通到那些塞車黑點 另外再說一說 這個什麼事 對了 電信營科前經理和他媽媽涉嫌詐騙 洗黑錢1,600萬 租廉署起訴 要認訊 這件事 1,600萬 那個張卓敏 44歲 他本身是電信營科有限公司 PCCW前經理 他被控欺詐罪名 違反那個盜竊罪條例第16A1條 他媽媽叫李寶美 65歲 這樣 他本身都是那些 什麼 媽媽是高雲長安有限公司 獨資董事和股東 有些了道 說到他們總之有個洗黑錢的情況 懷疑涉及 要去審 被ICAC請喝咖啡 另外 看看 上次有個六十多歲的男人 在紅磡站的殘廁 死亡 失蹤六小時 被揭死在殘廁裡 港鐵的調查報告 有驚人內幕 他說 殘廁裡的求助制是壞的 其實那個制是壞的 你當日看到 我想當日已經知道了 你進去找到這條絲 你就看有些什麼 你第一眼 你就會想到 那個人暈了在裡面 他不拍掣嗎 你一拍掣的時候 沒有反應 其實那一刻你應該知道 他說到這個六十多歲的姓許男人 7月20日在港鐵紅磡站去廁所失蹤 家屬三度致電車站找人 職員說找不到 六小時後被清潔工發現倒崖在殘廁裡 這個死者真可憐 說到昨天收到港鐵的回覆 當中提及無障礙洗手間解封之後 說巡查結果發現 那個求助制是壞的 慘了 許先生的家人 正與律師審視港鐵的回應 協助死者為屬民主黨 由占旺區議會區議員朱子樂表示 死者當時有否按鈕 就成為巨大的謎團 你是不會知道的 因為裡面是不會有CCTV 不是的 檢查一下子民就知道 是啊 但是七月了 應該 我相信也有他的子民紀錄 我相信有的 但是應該已經是 裸撞了 這麼久的時間 好 再說保良局的嬰兒組再多一名 那個職員是涉及若兒的 嘩 社會福利署說以郊遊警方跟進 之前說什麼 推跌那些年輕人 現在再找到一宗 你知道翻查CCTV 就會看到其他人做一些不恰當的行為 這次又發現一個職員 懷疑對一個幼兒做這些行為 交由警方處理 若兒的事件就是不斷地發生 另外先看看港鐵九龍塘站 龍煙密報 原來消防員出動 用熱能探測器 找回火源 你的煙霧離慢 昨天下午四點不知道什麼事 找不到起火源頭 消防員用熱能探測器 視察環境 都不知道沒有煙的原因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那那些煙從哪裡來呢 究竟石建美站也有職員報警聞到煙味 消防員到場了解一下 那麼高的科技 也是找不到的原因 那些煙究竟從哪裡來的 真是搞笑 好 說回一點點 之前還說有一班醫生開免針子 說到濫發 政府DQ了被捕的醫生發出的豁免證明書 說到下個月12日開始失效 公務員那邊就檢視員工的免針子 如果你是公務員 用了這七個被捕的醫生的免針子 就大了 要再重新拿過 又或者打針 很簡單而已 就說 嘩 如果你沒有提供新的免針子 或者你沒有接種疫苗 將會被拒絕進入有關政府大廈和辦公室 可能會被視為無故缺席 無故缺席會怎樣 沒有的 炒你那時候不用補水 嘩 大件事了 醫管局回覆查詢就說 有關康復和感染證明及新冠疫苗接種醫學潑免證明書的查詢 醫管局沒有被傳相關的統計數者 你問我都回答不了 有些事情 真是糟糕 但有些專家說 這已經產生了一個寒蟬效應 他說 你只有這七個西醫的時候 你叫人拿新的免針子 誰敢開 專家說的 不是我們想的 我們雖然都會想到 但是也不用說了 唉這些事情 那這些呢 涉及發免針子的七名西醫 轉交醫委會跟進 會不會釘牌又盛盛呢 首先現在就停了他們的醫療卷計劃 還有不能再為市民打針 才會有這樣的行動 就這樣了 另外先看看 有什麼新聞 有了 康樂園大埔康樂園 私家車撞欄杆 以及登柱 司機受傷送軟 看到昨晚11點 去到臨錦公路交匯署 駛去粉領私家車 駛到康樂園大窩西之路交界燈位 在懷疑失控 撞到一排欄杆兩支交通燈 再衝前20米停下 私家車司機手捕輕傷 勸喻駕駛人士 小心駕駛 今天非常之幸運 我們要感恩 因為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就不代表沒有 我看不到 那些新聞 對啦 那些新聞我看不到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我們每天都開開心心過一天 就好 今天到這裡 拜拜